當初不管是林懷銘老師 或者是羅曼菲老師 他們那個初心 我覺得我們要傳承那個美好的心願 大家好我是雲門舞級鄭中榮 在1999年 林懷銘老師創立了雲門二 邀請了藝術總監羅曼菲老師 成立二團 可是這個二團跟大家所知道的二團不太一樣 國外的二團都是他在培養 進入一團的舞者的一個過渡 可是當初林老師和曼菲老師成立這個團 他希望這個團可以非常的純粹 他的目標是讓更多年輕想要創作的創作者 他有雲門二這個平台 可以去發表他的創作 所以在2001年的時候 開始有了春鬥 讓不同的編舞家和雲門二的舞者工作 端出不一樣的作品 在這個過程裡面像有布拉瑞亞 黃毅都是從這個平台 開始他們的創作的旅程 這些創作者有時候 也會帶來一種新的不一樣的能量 可以給舞者 他們也會帶來身體的一種不同的觀念 同樣是一副身體 在不同創作者的眼睛下 他會長出不一樣的花朵 我一直很喜歡文綺的作品 文綺比較多是做Solo 或者是Duray雙人的 他常常可以把舞者的那個 內在能量激發出來 而且在這幾次看到文綺跟舞者在工作 非常感動就是他帶給舞者一些新的視野去看待身體 拋掉了其他的裝置或科技或技術或影像的內容 很純粹的面對這五位舞者 在他們身上去挖掘去探索 去找到跳舞的一種可能性 這是我蠻期待的在過去在文綺的作品裡面 比較少見到的 那余光其實我認識他很久了 他在雲門2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棒的舞者 特別他在我的一個作品來裡面 那個身體的扭轉跟那個表達 到現在我還印象深刻 那其實我們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在這幾年 在國際上的很多的藝術節 都有很棒的呃呃呈現 不管是橫濱 葡萄牙 西班牙 德國 都可以看到他的獨舞跟雙人 在這些地方受到國際的策展的喜歡 我也希望說他可不可能來挑戰更多的舞者 所以這次他也有五個舞者 可以跟他一起工作 在每一個階段的創作者 他需要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次在雲門樓下的教室 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更新的可能 讓更年輕的創作者 甚至是想要跨界的創作者 像林平碩跟陳柏傑 他們可以在教室裡面 去做一些他們正在探索 正在嘗試的一個作品 所以觀眾來到這裡他可以看到 這一些已經在國際上展露頭角的 像文綺跟雨光 以及這些剛開始要起步的創作者 他們怎麼看待身體 不同的創作者所帶來對於身體的觀點 所帶來對於身體的看法不同 最大受惠的是觀眾 是雲門的舞者